像这种唱歌会不会是天生的好嗓音呢 或许有人说天生的那个成分会很高 但是其实啊 人家说很多原住民都是天生会唱歌 但是就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在我们家发生就是我弟弟 他从小就是无音不全 可是你弟弟不是有在参加歌唱比赛 他是后来才学的 所以我觉得有些事情是 你可能是因为环境 对环境的造成 然后你可能从小就在这个环境里面 因为当时我小时候就是我爸爸就是教唱歌 然后我就在旁边就是有样学样 那可能就喜欢音乐 那我弟弟他可能小时候就是喜欢打鼓 可是那时候还不是很会唱歌 所以他是真的无音不全 所以我觉得有些事情是真的可以 努力练习出来的 没错大家都要靠努力去 因为像其实我 因为我个人也很喜欢唱歌 有我感受到了 对对对 然后我就是 我也是一直听音乐听音乐 然后去练习才能就是 可能去参加比赛 然后获得一些成绩这样子 对啊 所以我觉得就是真的要不断的练习 那不然现在就来跟大家 跟喜欢 因为现在其实喜欢唱歌的人很多 非常好 那我们来跟大家 就是跟那些喜欢唱歌的人 来分享一下 就是有没有什么意见 我觉得现在比如说 喜欢唱歌的很多 可是真的能够敢站上舞台 出来比赛 我们先不要讲发片 因为你可能会唱歌 但是不一定有机会可以发片 因为像我也是等了很久 那但是在唱歌这条路上 只要你站上舞台 如果比如说讲比赛好了 很多人你也有比赛的经历 比赛其实最主要就是不要紧张 但是讲不要紧张是不可能 因为我也很紧张 可是所以就是你先前的准备 练习工作一定要做到非常十足 比如说像我就会讲说 你要做到 你要练习到120分 这样你上台之后扣了40分 你还有80分 对所以就是你要一直 把自己磨练到 任何状况下你都可以不紧张 然后把最好的那一面呈现出来 对 所以喜欢唱歌的朋友呢 一定要好好的努力练习 然后让自己能够发光发亮的 好 那接下来其实现在其实在 不管是在电视或者是广播上面 现在其实在婚礼上面 也能够听见你的歌 什么歌 那一首歌呢 就是你在上一张专辑跟欧德阳一起合唱的歌曲 真的吗 对因为前几天我去参加婚礼的时候 真的假的 一直狂播耶 真的真的 你朋友的婚礼 对我朋友的婚礼 它是算大饭店 所以会一直播的 我第一次听到耶 真的吗 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这样讲耶 你真的吓到我了 赶快多播电我的歌吧 要结婚的朋友 没错没错 依反很多歌可以播 而且呢 这张专辑也有一首歌 我觉得也蛮 蛮甜蜜的 对 那首歌是叫什么名字 二三个情人节 嗯没错 就是跟台震霄老师也合唱的 对跟B哥一起合唱 嗯 其实我还有觉得 还有另外一首也蛮适合的 这首歌的名字其实就是叫做 鱼竿女跟草食男 对我觉得这首歌蛮甜蜜的耶 就是我觉得还蛮可爱 是大部分我们可能听到这几年的情歌 都是比较爱的死去活喇喇 或者是飙高音啦 那这首歌就是有点俏皮 然后可爱 然后现在又MV又出来了 其实真的是会让人听起来 就是还蛮放松心情 对 而且我觉得亦凡是 在唱就是 像是《泪崩了》 或者《踏破铁鞋》这种歌的时候 在跟这样子的类型 就是这样子 不一样的 对对完全不一样耶 真的吗 所以你的就是表达的那种情感 真的很丰富耶 就是走一种疯子路线 要开心的时候就是要开心到底 要难过的时候就是 你知道尽情的哭泣 这首歌呢就是跟 你的师弟叫做黄幽杰 一起演唱的歌曲 那接下来如果 在现在刚刚发片一个月的时间呢 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活动 要跟大家就是跟大家说的吗 接下来暂时没活动 但是大家可以加入我的脸书 搜寻亦凡 不亦乐乎的亦凡穿的凡 然后加入我的脸书粉丝专页 要给他按个赞 对帮我按个赞 有任何活动我都会在上面 跟大家分享 然后也希望大家 多多支持新专辑 我也会分享这个心情 像比如说 等一下给你写 今天碰到纯桂一人 对对对 因为我最近就一直在浏览 你的那个脸书 真的吗 对然后就发现就是 其实还蛮丰富的 就是对我固定在PO一些东西 这样让我至少让粉丝 可以更近距离地 touch到你的心 谢谢 谢谢 看下去 请别转抬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